大安区警华里的李民们 人手一朵康乃星 为了让平常辛苦的妈妈们 提前度过一个温馨的母亲节 里长温美珠带领志工团队 准备炒米粉和蛋糕 让前来参加活动的民众 一边享用美食 一边听居家安全宣导 以及反诈骗的知识 寓教于乐 社区每年都会庆祝 这个里长很关照这个社区 对 所以让每个妈妈都很快乐 吃吃蛋糕啦 然后听听一些预防火警的 对了解一些 一些尝试 办这个活动 请了一些警察来宣导是不错的 里长温美珠更结合环保局 宣导各种资源回收的正确观念 现场更进行有奖侦达 加深李民的印象 而今年里长更特别邀请环境教育讲师 教导李民如何制作天然的环保酵素 用来清洁打扫居家环境 取代一般家用的化学清洁用品 天然省钱又环保 就是我们的环保的工作 我们一定要身体力行 所以呢我们在这样的今天呢 我们把环保注入非常多的一个时间 我们今天有环保酵素的教学 因为现在每个里面都说 哎呀瘟子多了瘟子多了 现在瘟子都有抗药性哎 而且现在又得到 又又到了那个登革热的好发期啊 所以我们的社区在推那个 环保酵素的教作 我们希望这样会改变我们的环境 改变我们的土质 而且像今天看到我们环保局啊 也派了很多的这个同仁 来到现场来做一个分享 我们也希望啊 环保的概念要从每一个社区 从基层做起 同时参加大安区 景华丽母亲节活动的李民 还有小树苗可以领取 带回去美化居家环境 也有免费的健健服务 让民众趁着参加活动 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而每年五月份的玉佛节 也是重要节庆 里长结合佛光山浦门寺 大安第二分会 提供给李民玉佛 进化心灵 学会喜福感恩 祈求下半年一切平安 记者李依如台北 采访不到 做好的环保消息 BB宽品120 每月888 送1200元 还有21个高画质频道 Wi-Fi无线环境 免费时间管理 快打电话找BB B OK